妈 怎么了 儿子 我那天就跟你说 这个刘文静有问题 你就是不相信啊 我今天跟踪她一天了 我现在就在这个小区楼下 我跟你说 你等着啊 我待会挨家挨户敲门 我今天必须把她逮着 你等着啊 不是 妈 你那个 喂 妈 你别胡闹 刘文静不是那样的人 你在哪儿 你告诉我我现在去找你 喂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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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话 妈 这不添乱吗 怎么回事啊 我妈说她跟踪刘文静 到了她那天看见的小区 这不添乱吗 别打 跟我走 来呀 不是 去哪儿了 龙教授 我到楼下倒垃圾 马上上来 好 阿姨 你好 刘文静啊 太突然了是吧 吓着你了吧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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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房子不错嘛 阿姨 我 好大呀 是比我们家耗子有钱呀 对不起 阿姨 我不该骗你的 我得看看是什么样的 这还有个老大爷呀 不是 不是 阿姨 我明白了你每天来是为了她是吗 有本事 厉害 文静 解释一下 这是怎么回事啊 龙教授 对不起啊 阿姨 我给你解释一下 解释什么呀 有什么可解释的 女士 请问你是谁呀 我是谁呀 她知道 走开 老大爷啊 我奉劝你一句啊 到时候你的房子被骗的 钱被骗的 连棺材板都买不了 女士 我奉劝你 可不能乱说话 说话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我负法律责任 你问她是谁 她是我儿子的女朋友 我是来上海给他们买结婚的房子的 刘文静啊 你可真行啊 我跟踪你好多天了 这小区我都转变了 我楼上楼下的敲门啊 我今天终于逮到 我逮到你说 女士 你好 阿姨 你误会了 请冷静好吗 请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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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误会了 有话好好说 请坐 请坐 这样 既然你话都说明了 咱们就把话说清楚 理不便不明吧 听她解释 你别说了 文静 能解释一下吗 解释 对不起 我不应该骗你 我家里不是警商 我是从江西农村来的 我也不是什么大学生 你听听 你听听 我早就知道你这个丫头有问题 说 继续说 您先消消气 其实我在这个家 文静 快 妈 瞅你这女朋友啊 看她一副什么嘴脸 我就说她有问题 我就说你就不相信啊 你再看看这个老头 老爷爷 把头扭过来 叔叔 叔 叔叔 不是 怎么回事啊这是 阿姨 那是我爸 刘文静在我家当保姆已经 当了有一段时间了 当 当 当保姆 浩子 对不起 在你家当 当保姆 有一段时间了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你早就知道她在你这儿当保姆 儿子 这是你的女朋友 何其火来骗你 不错嘛 刘文静 刘文静 没想到你玩得很深呢 一个农村的丫头片子 那么多心机 老了 少了 一块儿帮你 你使了什么妖术呀 我们家耗子怎么招你了 他对你不好吗 我们老两口心心哭 挣了钱来上海 给你们买房子结婚 结果取回来个骗子 你就这么狠心吗 看来这里我们是待不住了 可怜的儿子 咱们回家吧 回家 回家 阿姨 妈 女士 阿姨 阿姨 浩子 对不起 浩子 你们先回去吧 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先走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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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